衣服做出就是不能換 你以為又搶就用到 你們比較死心啊 喔喔喔喔喔喔 怎麼還沒差 小美來了 那個時候賣衣服 其實賣了三四年 然後就是會有遇到換衣服的客人 其實你們知道服務業 如果在現場可以試穿 它是不用換給你們的 你們應該知道這個法規吧 這個換貨的法規是適用在 各位同學記得 對 對 我們店家讓你換已經很棒了 對 店家你已經試穿了 你還要再拿回來換 那這沒道理 對 但是因為符合台灣消費者大眾 所以讓你們換 通常只能換一次 結果是 有沒有客人直接在店裡面打你 有沒有 請給你 你該走嗎 你該走嗎 想到好像打他是合理的 沒有 那個死靈 不要這樣欺負客人 重點就是他已經來 第一次換說我們有線頭脫線 我們讓他換 重點換了一次之後 回去又換了另外一個顏色 不一樣的衣服 不一樣款式 不一樣顏色 好 換回去之後 他第二天又來換 他要幹嘛 他說 我老公不喜歡我穿這個顏色 剛我第一次 你老公不喜歡 我就覺得很納悶 後來他又要換 好 我們就勉強再讓他換 因為我想說他滿常來消費 果不其然又過兩天 真的來給我換第三次 我就這次就火了 我說小姐不行 你已經換兩次了 而且你第二次換回去是真織衣 真織衣基本上高來胖瘦穿了會鬆 我不知道你穿回去有沒有變鬆 所以我不讓他換 結果他就拿了我架上一架衣服 然後就要衝出去 我就旁邊有襯衣桿 要搶你的衣服 對 他就把他穿過那件放桌上 然後拿了新的往門口跑 蛤 對 然後我就拿了襯衣桿 射他 射他 然後他就一射他就 射 然後就說 你拿我 我要報警 好久 然後我就說你 說啊 你搶我衣服欸 我怎麼可能不射你 然後說現場還是有其他的民眾 因為那是 你在射魚耶 你是有練過那個標槍的 然後真的射中他 然後現場還有其他的 就是消費者 消費者這樣 驚呼 然後可是現場 就說好開心喔 他射到了這樣子 跟公子一樣 你也這樣 要有同情心 那你就好好跟他講 你不應該拿標槍射你 我已經給他換第三次了 當然不行 對啊 我都不開心 不然我要自己賠錢 服務業其實很可憐 對 但是注意表情控制 注意表情管理 小美 表情管理 表情管理 你這樣尖嘴喉喉 對客人就誠懇以待 我們兩次之前都很誠懇 第三次我才變這樣 各位 這句話真的是很卑微 很卑微 就沒辦法 現在景氣那麼差 你店裡生意不好吧 我已經沒做了 沒做了 而且已經倒了 好 妳要叫什麼 就被妳搞倒了 沒有 我業績很好 來 有什麼抱怨妳講 不然他又要賣東西了 沒啦 當員工 你買 憑什麼說我要討 不要再攻擊我的長相 我是來工作 不是被殺老大 OK 來 下一條 來 其他的怒吼 下一條 讓他抱怨 不要欺負來賓 對 我要講 就是我那時候在南部的知名 遊樂園 然後就是工作 然後票選上代言人 然後那時候 鬼屋的票選 是鬼屋的票選 對 鬼屋的票選 對 鬼屋的票選 有什麼好驕傲的 這有什麼好驕傲的 重點是那時候就是吉祥物 那一個月就是要巡迴演出這樣子 OK 然後重點就是客人都很沒有禮貌 然後不是說 就是我曾經就是電視上去了之後 就有人打到那種NCC客訴說 你們可以不要一直播那廣告嗎 你們帶人很醜 我小孩都不敢睡覺 對啊 就真的是這樣 因為他剛好都是在幼幼台播 就是廣告都在幼幼台 然後我就覺得很納悶 到現場 然後我因為在巡迴嘛 然後就有客人一直問我說 你到底是男男女的啊 我都很想問客人說 你是人還畜生啊 啊 你這樣說 還有人touch你的私密處 幾乎不是女生都是男生 而且會這樣直接伸手摸你 這樣子 摸 用抓的 不然這事情 可以啊 用刷的 然後抓到之後就說 好大 都會這樣 撐機在置入 沒有 就是很會這樣說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傻眼 抓了 真的很傻眼 直接過來就 What you know 對 他不是要 他不是要跟你拍照 他不是要摸你 他就是要這樣摸你 對 我就很傻意 他沒辦法 可能大家覺得你好相處 好情 覺得對啊 他開你玩笑 大家也無所謂 可能沒有過的 Discovery 來 過來 來 抱怨 管哈尼的小孩 在遊樂室上拉屎 什麼意思 沒家交就不要帶出門 丟人現眼 遊樂廁室上拉屎 在咖啡杯上面拉屎 就是遊樂廁室的咖啡杯 應該是吐吧 怎麼會拉屎 我可以體諒就是他 在學習如何尿尿 要告訴家長不包尿布 你們應該懂那個過程 對啊 對 那我可以體諒 你拉屎了 你要告訴我 我才可以去清理嘛 對不對 或吐 可是呢 那天就是那個大碗了之後 我們就說好 東西記得帶 拜拜 然後都收完之後 我就發現 咖啡杯裡面一坨黃石 他的東西忘記帶 一坨黃石 忘記帶什麼 小朋友的使用特別的吸 你知道嗎 那就是 挫賽 對 然後反正就是挫賽 然後可是呢 就是覺得 你挫賽你要跟我講 而不是就是默默就走了 然後沒有跟我說 因為我們其實都可以體諒你 生理不適或是說怎麼了 但他就是沒有講 然後我要放下一批客人進來之後 我就說不好意思 現場有大便 然後全部就 然後就跑了 大家都 遊樂廁室 瞬間沒人 對 對 你是不是這樣 啊 弟兄們 快回頭 前面有大便 對 還有什麼 吃了兩大鍋 還講退費 怎麼不乾脆吃飯晚餐算了 唉唷 吃什麼 吃兩大鍋 你做好多工作 因為本身太漂亮 大家都要用完 了解了 對 你說的都是 就是我那時候在火鍋店大工 然後就遇到一個貴婦阿姨 然後在兩點來用餐 我們沒有管她 然後我們就 那時候很忙 假日時間 其實用餐都整天的 好 她就先點了鍋 我們會出小白單 跟客人對完之後 沒問題 我們就出餐 然後出餐過後 那一桌我印象中 她進來大概約莫快半小時了 好 她就說 我點的不是牛奶鍋 我點的是麻辣鍋 你送錯了 然後好 因為我們算是有點高單價的火鍋店 所以我們也不退回了 就放在那邊 然後看她要吃還是怎樣 然後我們就再補送一鍋麻辣鍋 不跟她收錢了 對 不給她補差價了 合理 對 很合理 夠意 結果沒想到呢 她吃完整個用餐完之後 一個小時半鍋 她來櫃台拍桌 你們要退錢 我整個懂得那個鍋 等了半小時 浪費我半小時的人生 在你們火鍋店 然後我說 小姐你沒辦法退錢 因為我們有照你的餐點補給你了 然後重點是 我們公讀生去那邊收火鍋的時候 兩大鍋是空的 吃完了 她完全吃完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傻眼 然後她還要退廢 怎麼會有這麼霸王的人 我就覺得很傻眼 然後我就跟小姐說 沒辦法 因為我們是有如期出你的餐點 而且我們有給你對過小白單 我本來就想退我錢 就是有這種人出現 就是你本人的 我沒有 你是不是都在醜化客人 沒有 這人家都這樣 你問他們 對啦 有些真的是很難搞 對 真的 這個真的太討厭 真的太Over 那你怎麼處理 對 通常這種就是跟客人說 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有意見服務箱 你可以寫客訴表 好 然後我都會笑笑跟她說 因為我們是店面 我們是店家 我們總不能就打她什麼的 不行啊 除了那個射了 因為那就算了 反正就是火鍋店 就請她寫客訴表 然後丟客訴 因為我們其實有攝影機